有的人一生就是一个传奇,主要还是钱多,各种各样的疯狂事情都可以做。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,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,他就是修海夫娜,是世界著名色情杂志《花花公子》的创刊人及主编,以及《花花公子》企业的首席创意官。 对于国人来说,他的名字还真有一点陌生,50多年遭他2000多个美女,妻子比他小62岁,家中无数好车都当做玩具,他的智商非常高,有152,正常人120都算是聪明了,不过他却不把高智商用在正常事情上,而是一引他年轻的时候就把房间里贴满了暴露的海报。 他后来创办《花花公子》,标志就是一个兔子,因为所有的女性,都必须穿兔女郎装,娱乐圈钱规则,大家都知道吧,在这就不是钱规则了,而是倒贴,所有美女为了上杂志成名而讨好他,一生与2000多个女性发生关系,看完又没有觉得,他就是一个传奇呢? 他资产越来越多,豪车买了无数个,家中后院都放不下,不过他的豪车并不是全部,而且豪车对于他来说就是玩具,根本看不上,他当时最喜欢的交通工具,就是这家飞机了,上面有他的专属标志,兔子,小编最佩服的就是他说的一句话,人生太短,不要为别人而活。 小编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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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